9月10号的时候 就是放学的时候 去小孩家里面 被那个小男孩 用打火机捡 然后捡了那个背部 整个裙子烧起来了 一团火焰 在你的后背 然后心里这样的 啊啊那叫 他就妈以为是平时玩 然后小孩哭闹 调价知道吧 整整烧了半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 把喉咙管都烧化了 在中间几乎是做了两个 两个做了两个东西这样 然后现在虽然说 抢救过来了 但这个脖子跟这个头 都站在一块了嘛 几乎就快残疾了 这个事情对你姐 打击蛮大的 他不怎么会哭 他这个人就挺奇怪的 他就每天那么照顾他 怎么样 每天他们讲 忙前忙后的 他就属于很能扛的那种人 他爸爸就是 中我们这样说的 说有可能一小孩 是一兵吗 但是跑出来的小小男孩 在监控前看到 就手上拿着粉 我说打火器了 这个是从后背上 就不是从前面 他总能伸到后面去吗 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个 没有一个大人 在 在现场都不知道 什么原因 到底什么原因 还等于华业那个判决 我们付的一些医药费 目前应付两三万左右 我们现在这个经济能力 有些人 不信任 我 在それ 月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